那最近呢很多网友对于我身旁的这辆飞天房车的混动一号是特别的感兴趣 那作为一辆混动房车来说的话 那它的电力还有它的动力应该是它的优势 那应用大家的要求我们今天呢是特别把它给借出来 再用一天啊实际上去感受一下用一用 在城市的铺装道路上我们感受一下它的动力如何 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用一天看看它的电力到底如何 那这辆飞天房车的混动一号啊 它的底盘的动力参数是2.5T的柴油发动机 再加上75千瓦的一个发电机 那这两个动力参数加在一块的话 总的动力是来到了250匹马力 应该说比700匹啊 它的马力是高出了不少了对吧 这也是咱们的这个厂家 他们想要去对标的一个车型 想要去做一个比较的 它的一个优点就在于 它是一辆混动车型 那既然是一辆混动车型啊 电机在进行给动力的同时 我们要去感受一下它是否静音啊 大家你们自己听 是不是 在低速行驶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听到电机的声音啊 非常的静音 那时速超过40麦左右呢 我们经过实测啊 它的柴油 它的发动机会进行介入 给到一个更大的动力 达到一个更高时速 比如说到了80马以后的话 它有了一个更高的速度巡航 它是由柴油直驱的 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如果你在低速行驶的时候 给了一脚猛油门啊 给了一脚大油门 它的发动机依然会介入 因为系统的话 它会识别 应该是能够判断出 你需要获得更大的一个动力 既然是有一个250匹马力的 一个综合表现的话 我们必须得测一测它的加速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一脚地板油 哎 有这个推背感是吧 这点还是不错的 我们持续的给油 依然有推背感 6AT的自动变速箱啊 整个带给我们的动力感受 还是非常强劲的 那直线加速呢 感受非常的不错啊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感受一下 城市的铺装道路上 我们的超车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依然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进行超车啊 给一脚油门 准备变道 OK 轻松的完成了一个超车的动作 OK 那在城市的铺装道路上 我们完成超车的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啊 也能够感受到 这个底盘 它还是比较稳的啊 并没有那种特别大的一个倾斜 或者是整个车身的一个晃动 包括这辆车 它的上装部分啊 我们也没有听到什么样的一些异响 另外这辆车呢 它的方向盘是比较大的一个尺寸啊 大家也能看得到 不过呢 经过实际的感受之后 我必须要跟大家汇报一下 它是采用了一个电子助力的转向 所以方向盘是比较轻的啊 基本上一个手指也是可以打动的啊 另外的话 这个方向盘也是做了一个双拼的设计 手的握持感不错啊 不错 尤其是上面这一块 类似于木纹的一个装饰 那另外 这个方向盘 它还有一个角度的倾斜 区别于一般的轻卡 卡车类底盘的房车 它的方向盘是比较平的 我们是一般要这样的驾驶 但这辆呢 它是有一个30度角的一个倾斜 让我们驾驶起来的这个感受 会得到一定的提高 这一上午的路测结束之后呢 那待会儿我们就准备吃午饭了啊 所有的食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这边是生蚝啊 还有牛排 还有花隔 那现在我们的电磁炉是3000瓦的 正在使用 旁边呢 还有一个烧水壶 1800瓦 此刻我们的车里边还有空调 电视啊 这些全部的电器都打开了 目前我们使用了大概10分钟左右 20分钟不到 没有任何电量方面的问题 现在我们用的电全是依靠的底盘自带的一个17.5度的电 那这辆飞天房车的混动一号啊 它是可以行车充电 也可以驻车充电 它的充电的效率最高的话可以达到半小时充10度电 那到底这辆车它驻车怎么充电呢 我们来说一下啊 首先就是它的仪表盘 目前是点亮的状态 说明整个车 它是在用我们的原装的一个电池底盘自带的一个电啊 另外如果说它的电量不足10%了 它的发动机会自动启动给它去充电 你要是觉得这个充电的速率还是太慢 没问题 这有一个按钮啊 叫强制充电 那它的最大的效率呢可以达到一个小时20千瓦 相当于半小时10度电 那10度电一天基本上是完全够用的 那真金不怕火炼啊 我们就是来测一测这辆车它的电到底怎么样 飞天房车混动一号 它的广告语呢给的叫做自动充电 永不断电 自动充电的话 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 当这车它的本身的电量低于10%的时候 发动机会启动给它去充电啊 自动充电 那另外永不断电是什么情况呢 有人会说 只要给油它就不会断电 这句话似乎有它的bug在 但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啊 这辆车它的油箱是120升 一般来说的话 它的一升油可以发4度电 我们去计算一下 120升相当于我们可以发480度电 按照我们的正常房车的使用需求的话 一天10度电没问题 也就是我们可以单独使用它48天 那40到50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个飞天的房车混动一号 真的是不像传统的一些说啊 纯粹的去堆料啊 堆什么太阳能面板呀 堆什么48伏的双发呀 它真的是可以做到用电无忧 能够做到及时的补电 能够从源头上解决我们房车 户外使用的一个用电的问题 我们下车的订阅